随着学校即将开学 为了在第一线做好防疫工作 草屯镇同德加商 开办防疫精油和香皂制作研习课程 让大家一起简单学习制作方法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及学生 真正落实勤洗手 做好环境卫生的好习惯 扩大防疫效果来防范疫情 武汉肺炎爆发以来 全民都积极防疫 但是很多消毒物品都缺货 因此草屯同德加商 透过学校老师的专业 邀请学校老师 一起举办消毒精油 以及香皂的研习课程 让大家一起动手制作精油 以及香皂 利用这次的空档 为我们开设了这次的 茶树精油的研习 那透过这个研习 我们也学习到说 原来茶树精油的喷雾制作 其实很简单 大家在家里都可以做到 这个其实呢 我们学校也是在提倡说 让老师勤洗手 多洗手 那因为手部细菌也比较多 那我们希望说 之后在开学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简单的这个 制作茶树精油 跟柑橘灶的这个方式 也可以指导给我们学生 如果你在家里自己制作的话 你可以使用500毫升 95%的酒精 加入133毫升的蒸溜水 再加入你想要的精油 大概树滴即可 看你自己想要多寡 对 就可以完成 经过老师示范制作过程 依照一定的比例调和之后 加入自己所喜爱的精油 就可以简单完成 同时外出细带也相当方便 75%的酒精 它的效果目前是 研究指出是比较好的 那它是因为呢 它可以75%的酒精 它可以慢慢渗透到菌体里面 所以使细菌失去活性 最后导致死灭 然后达成我们杀菌的效果 了解到呢 开学后呢 要请洗手 对于学生呢 如何去安置啦 或者是防疫的部分呢 我们特别重要这部分 我们呢 也跟老师宣导 并且呢 利用这次制作的宣导工作呢 让学生老师 能体会出这个呢 防疫的重要 我们同德 绝对是站在防疫的最前线 为了迎接开学后 确保学生健康 草屯同德家商 已经全面做好防疫的措施 此次邀请到学校老师 简单学习制作 杀菌的香皂以及精油 能够去教导身边的亲友 以及学生 扩大防疫效益 以介质宣导防疫的重要性 记者赛世奇 曹春正采访报道